耶 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楊宗偉 似一朵有穿透的 你是到你今年有三把似性的事情 出现在星尼星天室 真是我的荣幸 两把一把而已 有啦 你主播也是不错啦 不要假谦虚啦 不是假 今天呢 星尼星天室 大家来点新鲜的不同的啦 我们所以准备了 一个角色小兑换的游戏 跟宗偉还有剑锋来玩一下 那因为剑锋是主播嘛 所以大家估计他不是唱歌的辣 所以他今天要燙洋蔥 可是楊宗偉呢今天來到這裡 他應該不會播新聞對不對 所以今天要播自己的一段新聞 心情如何? 心情如何? 這位以前說 我很緊張的因為 口條不是那麼好 真的嗎? 你在想啊 你是怎麼講 面對媒體還是面對聽眾的時候 觀眾口條不是很好 還是你私底下口條也是這樣 我私底下還好 我蠻爽爆的 真的嗎? 真的嗎? 然後我比較喜歡 這個電台 比較喜歡上電台 因為常常電台就是 不用看那個 那個 攝影師 你看攝影師會緊張嗎? 不會吧 星光那麼大的舞台 他就很靦腆啊 我現在在星光室都很靦腆 星光的 而且他還很愛哭 OK 好啦 現在 應該說的話都說完了 你不要再逃避你的責任 我們馬上來掌聲歡迎 葉劍峰帶來這首 楊聰 都被刺什麼 耶 一定要死 不要躺 沒有忘詞嗎? 不 如果你願意一層一層一層的 擴開我的心 你会发现 你会压抑 你是我最压抑 最身处的秘密 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我的心 你会避损 你会得累 只要你能听到我 看到我的心 哇 好厉害 我觉得很高兴 很荣幸 对 你知道 我们广东话有说一句 猴烂吗 猴烂 就是很深情 很触动人心的感觉 对对对 刚才讲 为何唱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你要为我们的主播打分一下 25分是满分是不是 星光 然后你觉得剑锋有几分 应该有 11或20 耶 OK 虽然这感觉上是有点小客套的感觉 没有触动到我 OK 我们要交换一下 就是让你来念一下新闻 你有紧张吗 会 我会 会紧张 好啦 我们 没有出错 没关系 可以叫出来 没关系 我们等一下再回来 让你安静一下 要沉溺一下 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念新闻 当然还有关于歌子的更多消息呢 待会资讯回来呢 就会继续跟你来聊了 心情要不保鲜都不行啦 有杨宗伟在这里为我们报新闻 我们在他报之前呢 我们要请建峰来一个正面的示范 试这个示范一下哈 欢迎收看华语新闻 我是叶建峰 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为了节省滨州政府的开销 滨州行政议员一致通过不换官车 并取消前州政府订购的五辆国产同名轿车 就是千万 耶 忠伟你有压力吗 他已经把那个耳机快要扭曲了 他紧张到一个程度 报自己的新闻应该会比较好吧 我进了 欢迎收听五间新闻 杨宗伟日前在香港举行新专辑鸽子千专会 除了吸引五百位粉丝到场支持 和他同属华纳的歌手方大同薛凯奇也前往同场 薛凯奇还送上泳裤 给热爱泳泳的杨宗伟当节免礼 但他接过礼物时面露尴尬 显得相当害羞 哈哈哈哈哈哈 还是很不自由 你知道他抱自己尴尬的事啊 然后他的脸会红起来又尴尬 好了主播打分哪公平 打分爆灯了 爆灯了已经超过25 不我觉得就说他没有停分 哦 没有啦 不然很棒啊 但是那是不是有点太年轻了 好我们聊一下专辑的事 可能他会比较轻松一点 所以说这个歌子整个概念是怎样的 因为我的歌子朋友他们就是歌子 然后对 因为他们之所以叫歌子 是因为我之前在捷运上看到一首新诗 那首新诗叫童像 那我就把它发表在我的部位歌上 因为我那时候在比赛超级行动大当 那新诗的大意是说 童像会被逼在那地方 是因为他曾经做过什么工训标准的事情 没错 可是有一天当他被推倒了 他最care的不是说 你要记得我以前多伟大 我多会唱歌 而是曾经在我肩膀上去留的那些歌子 每年在他耳旁耳语的 呼呼叫的那些歌子 他最care是这个 所以就跟我的心情很像 那我把它放在我的部位就是 我的一些支持我的朋友 就会自语为歌子 就是守候着我这样 守护着我 那所以我觉得 我一路走来歌迷朋友 对我就是特别特别照顾 而且特别帮助 所以我就跟公司讨论我想要 把专辑名称 还有首播的主导 献给歌词 对 为什么我又感觉 你好像 讲下去要继续哭起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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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个概念就是这样 对 里面有你觉得 你最想推荐的两首歌吗 嗯 第一首是 Tanya 蔡景雅 帮我写的 对爱渴望 那 这首呢 是特别 爵士 特别瘦 的一首情歌 那 我觉得这首歌呢 让我觉得很慵懒 唱的时候特别不一样 对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哦 你听CD 跟听现场是完全不同的 嗯 嗯 对 因为有一些我声音沙哑 那种颗粒的部分 你要不要现场的感受 谢谢 哦 来来 带爱渴望 条件流云方 既在 又怎样 爱情的是永远 尽量 closing 从 跟 睡得太晚 梦太平凡 梦太平凡 别来烦 半个忙 独自弥难 天都快了 我又回想 噢 哇 我觉得 因為我覺得你講話跟你唱就怎麼是兩個不同的人 真的啊 上身上身 對感覺真的完全不同 所以這首是慵懶的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首呢是我自己寫詞 然後黃毓霖老師填的曲 是專輯的最後一首叫 妳看 那我特別推薦這首是因為 她 我很感謝小明老師她用阿卡貝拉的呈現方式 然後把我的聲音表達 因為這首歌是蠻 滿我的心路歷程 就是我寫給這個世界 然後 會有一些 就像 我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Aulisha Keys的NoWi 那一首歌那種感覺 所以這次的專輯的部分 妳有負責詞的部分嗎 有遇到什麼難的問題 還是覺得原來寫詞不是那麼簡單 對其實我覺得寫詞真的是很難 那當然作曲我覺得可能又更難了 那對我來講 我覺得也很剛好 就是因為我在看我那個 Spray Girl嗎 這件是這樣的 法教明清夢 就是有個白人 她那就是 我不曉得那部片子這邊叫做什麼 所以還有Spray我們這裡 對